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像很多时候没有一个准备 就说这可怎么办呢 就是我可能作为牧者来讲 我个人对这方面也没有特别多的了解 那突然这个浪潮来了 这教会要怎么办呢 你跟我们谈一谈这方面的经验好不好 好的 我第一个就是要鼓励教会 就是说我们要看见他们 就像神看见那些以色列百姓在埃及 他们所受的困苦 神说我实在是看见了 我听见他们的哀声 所以教会要听见这些同性恋群体 他们内心的那种呼唤 那种挣扎 然后教会要像神一样 就是要来解救他们 就是说当然彼此要互相的愿意 所以我觉得教会在这个风口浪尖里面 要做中流砥柱 要做那个照在山上的城 它的光是不能够隐藏的 因为其实这些同性恋的族群 他们在灵性上面是非常饥渴的 我自己在做研究的当中 我自己在访谈的对象当中 都有讲到 在一旦在这种同性恋的生活方式 几年之后 他里面开始会有一种厌倦 他会觉得说 不是所有的人他都会one on one 一对一的这种忠诚的关系 一直到老 那有些人他很渴望 有这样子的长久持续的关系 但是呢 特别在男同性恋里面 他们换这个伴侣的频率非常的多 他们一生当中可以有很多的性伴侣 所以就觉得非常的没有安全感 那那个时候怎么办呢 他需要有这种灵性上面的喂养 那也有好些人 就像我说的 他们是从教会出走出去的 为什么 因为教会不能够接纳这些人 就把他们等于是关上门 或者是半推赶出去 那你不在这里 你就不会带坏我们的孩子 这些人他到教会不接纳他的时候呢 世界太高兴了 世界就来吧 来吧 就大大的欢迎他们 可是呢 我知道有一个年轻人 他即便是同婚了之后 当然从出柜到同婚也是有一段历程 他到最后呢 因为母亲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妇人 就跟她说 你有时候还是去找找教会 去进到教会吧 这个孩子怎么跟他说呢 已经成年的年轻人 他说妈 如果要去的话 我还真渴望回到咱们从前的教会 他说我觉得我对那里特别有感情 你要听到这些人内心深处的呐喊 就是说我的教会能不能再接纳我呢 当然牧者有很多的顾虑 我想我们有一个观念 就是说接纳但是不赞同 acceptance without approval 我们非常知道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同性恋的观点 那我们同时就是要知道说 同性恋是罪 就像异性恋里面有很多罪一样 我们不需要单挑同性恋说 同性恋是最大的罪 no 同性恋也不是最大的罪 也不是你第一就要提到的罪 很多人一进来 也许他的行为举止 让教会有怀疑说 这个人是不是同性恋 你不需要去问他嘛 对不对 耶稣怎么样对待那些有罪的犯罪的行淫被拿的妇人 耶稣怎么去对撒玛利亚的妇人 他没有一开始就跟他讲说说你是个罪人 你在这个道德上面太堕落了 没有 耶稣总是用最大的爱来遇见他们 当他们看到耶稣的爱 耶稣会把真理带给他 所以我们就说有恩典有真理 恩典永远在真理一先 不是说真理不能讲 真理要说 但是我们先给他恩典 否则你一开始就把一个教条放在前面 就表示说我不欢迎你了 你就别来了 那你把这个人赶走以后 就是你怎么交账 你怎么跟主交账 你把一个很需要救恩的人 把他赶出去了 怎么办 我就是特别鼓励牧掌 可以在讲台上面牧养 你先不要讲到说怎么样去牧养他 你先在这个真理的教导上面 在这个装备的上面 我们就能够带着恩典 把这些福音传给他们 我在做论文访谈的时候 有一个弟兄 他从前不是基督徒 那么他也在同性恋生活里面 赚了七八年 到后来觉得很厌倦 那么很想要找一个出路 结果那时候就有人介绍他到 这个教会里面来 那他到教会里面来 听到这个创世纪第二章 讲到说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 和样式所造的 哇他受到很大的震撼 因为他一直以为说我们就是达尔文所说的进化论 哇有一个神创造宇宙万有的神 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所造的 所以他非常的受吸引 他后来真的就就在教会里面 进到主日学 然后在主日学里面受装备受造就 这个是在装备的上面教会可以做 那另外呢就是牧养的方面呢 你也不需要想到说我怎么样要 懂了很多以后我才能够去牧养他 也不用 那个教会呢就把它分在一个 我们大部分都是这样子嘛 这个职亲 在职青年 那就是弟兄有弟兄组 姊妹有姊妹组 他从小是被人霸凌长大的 就是说有人从小就叫他说 你是妹妹啊 你是娘娘腔啊 那英文的话就 Sissy 这样子给男孩子很多的这种 这个在他自己的这种 性别上面有很多的打压 那所以呢他自己也怀疑他 是不是男性的气质不够 对于自己的男性的这种 性的身份他有很大的怀疑 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呢 班上的男生都在那里问说 哎呀我好喜欢隔壁的某某女孩啊 那个头发长长的 我喜欢另外谁谁谁 那个腿长长的 我就问你喜欢谁 哎呀他就吓坏了 我说怎么搞的 他不敢说 但是我喜欢的是班上某一个男生呢 产生那种情感的依赖 不是自己是很害怕的 但是等到慢慢到了大学的时候 他就出柜了 就开始有这种同性的朋友 那等到他这样的转了好多年以后 经历了一些沧桑 他感觉到说他需要有另外一个出路 回头看自己的父母 怎么父母又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爱情 但是呢他们就是彼此互相的忠贞 他感觉到受吸引 说是不是异性恋更好 然后到了教会里面 他接受这些的装备的课程 他说对他益处最大的是什么呢 就是参加那个男性的小组 他说在这男性的小组里面 没有人瞧不起他 大家都很彼此相爱 然后他可以建立健康的同性的友谊 不是带着那种爱恋啊 不是带着那种情感的依赖 就是一个健康的男对男的关系 他说我最大的成长 是在这个小组里面 所以教会不需要害怕 说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才能够吗 你就让他到这个小组里面 在这个小组里面 当然他后来有跟他的小组长出柜 小组长也非常的有智慧 那么大概有跟教会的牧者有沟通 但是没有人来为难他 就是让他继续在这里 慢慢的成长 慢慢的成长 他到后来他发现 他真的愿意来委身给神 后来去念了神学院 他愿意来服侍这些LGBT的团体 你看多么美好的一个见证 如果没有这样的教会 他到哪里去寻找那种灵性上面的滋养 这个喂养 让他能够成长成熟 到最后能够来服侍主 这是很棒的见证 所以很多时候 这个包括我们也看到一些 就像您讲的说 教会好像很害怕这种人来 你说这种人一来 你走开你走开 你会传染的 你会把我们教会都带得不好了 等等等等 或者是很多弟兄姐妹 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 对于同性恋的这个问题 就是某一方面还是分不太清 就是他会连这个人都一起厌恶 但是其实我们要很清楚的在这里讲 就是你可以恨恶罪 因为神说罪是他不喜悦的 但是你不要去厌恶这个人 因为说白了我们就都是罪人 就像您讲的 同性恋爱不是最大的罪 除了一男一女之外的这个关系 有别的性关系或者等等等等 这也都是神不喜悦的 这也都是罪 所以我们不要用特别另类的眼光 去看别人 都是罪人 只不过我们的罪 可能别人不知道 但是并没有说 比这个人高尚到哪里去 所以就像您讲的 这样一个有爱的小组 这样一个有爱的环境 可以造就他 而且神可以真的使用他 可以完全翻转他的生命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见证 我也许再讲一个见证 那是一个美国的姊妹 她叫做Janet Bowens 那她呢从小是一个 非常喜欢去教会的 她是一个非洲裔的姊妹 但是她的家庭非常的紊乱 就是妈妈大概有过五个丈夫 然后大概有六个孩子 我是说大概记不太清楚 但是呢这六个孩子里面 六七个孩子 有五个不同的爸爸 那她自己在十三岁的时候呢 她就被其中的一个孩子的爸爸 就是等于是其中的一个继父呢 就强暴了 那强暴了以后呢 对她的这个 而且是在教会的一个锅炉间里面 所以她本来是非常非常爱教会 家里面充满了各样的打打闹闹 因为姐妹兄弟都不合抢衣服啊 每天早晨睁开眼就是就是吵闹 然后在餐桌上也吵闹 到了教会是一片安静 一片祥和 她非常喜欢教会 但是十三岁这个事件 就把她整个人生就翻转了 那我插出来讲就是说 很多女同性恋的成因呢 是跟他们从前 特别是年幼的时候 被性侵犯或者是猥亵 这些呢造成的 男同性恋是另外一个故事 那女同性恋呢 她通常被男性性侵了以后呢 她就对男性非常的排斥验证 所以等到她进入到青春期以后 她就并不会想跟男性 有这种亲密的关系 对所以那时候就等于 把她推到了另外一边 就是跟同性的发展 这种亲密的关系 那所以这个女孩呢 她原来倒是没有 那么快进入到 女同性恋的关系 她也跟一个男的订了婚 但是男的呢 她常常因为忙 没有办法陪她 所以后来呢 她就跟一个女的就好起来了 那当然就跟那个男的 解除了婚姻 后来就跟这个女的呢 我也不知道她交了几个 女同性恋的朋友 就也有这种同居的关系了 那直到她成年呢 有一次有一个人介绍她 去他们的教会 她终于进去了 进去了以后呢 她那时候穿着 就是一副男生的装扮 她都是到男装部 去买那种很 baggy很大的那种衬衫 遮住她的身材 然后呢 专门去打这个football 就是在大学就是打这个橄榄球 专门跟男生打架 她从来不打女生 她就是很多的怒气在里面 因为你知道这个成长的背景 她就专门找男生打架 那她有了这个同性恋的女性朋友 但是她灵里面是饥渴的 她就去到那个教会 刚好那时候有一个 妇女的茶经小组 那些妇女都穿着 打扮非常的优雅 戴着珍珠项链 耳环等等 就她一下冲进去 她就说 我叫什么什么 我是一个女同性恋 她说如果教会 能够给我帮助的话 那我就愿意 用我的余生来侍奉主 哇 你说这些女性的 茶经小组的人 他们马上立马要做一个决定 就我们要接纳她呢 还是我们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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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适合 对 他们决定接纳她 而且过了一个月以后呢 那个茶经小组的组长 她有这么大的一个爱心 她说Jana 你要不要搬到我家来住 我们有一个房间 可以让你来住 她也很好奇 这基督徒是怎么过生活的 看到她这身上 发出来的辛香之气 她就搬进去住 她第一次认识了 在一个家庭里面 吃饭的餐桌上 可以不用吵吵闹闹打架的 你看她心里面产生了多大的羡慕 所以她在那里住得很开心 但是再过了一个月以后 小组长就挑战她 真理来了 前面是恩典 一直恩典 恩典 到后来就说Jana 我发现你还在跟你的 那个女朋友交往 那我们这个家 我们是没有办法容纳 这样子的罪 她也没有讲罪 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接纳 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还要跟你的女朋友 在一起的话 那么就请你搬出去 好 那你如果要继续住在这里 我们欢迎 可是你要跟她做一个了结 所以这个决定权 就到了Janet身上 她最后呢 她就决定说 我愿意留下来 你就想到这个爱有多大 真的这个爱大到一个 大过她那个同性的吸引 同性的女伴 所以呢 她真的就从那里开始 慢慢基督徒的生命 开始成长 然后呢 她最后真的去念了神学院 她出来做这样子的 同性恋的事工 就是Janet Bowens的一个ministry 你在网上 她写了很多的书 而且呢 你看看她自己放在网站上面 一个是before 一个是after before就是那一个男 男人婆 tomboy的装束 然后后面呢 就是一个非常女性化 她的那个女性的特质 所以我们不需要在外面 去要求孩子 或者是教会的青少年 说你怎么穿得这么 不男不女啊 你不需要在外面去要求她 要紧的是里面的改变 当她的里面改变了以后 她就自然而然的 就散发出上帝创造她的 那种美好的 自己本性的气质出来 这是一个很美的见证 所以你说教会 你如果就是说 我像这样的人是关门的 你就把这么多 耶稣说我另外有羊啊 你把这些羊都给赶出去了 将来主要说 你为什么把我所心爱的羊 赶出去呢 我是要把他们带回到这个羊圈里 我也要来喂养他们 是不是 是 所以就像您讲的 这样喂养起来 其实听起来并没有说 需要什么特别特殊的技巧 或者特别特殊的困难 其实好像没有 真的就是用爱和真理 去喂养他们 去浇灌他们 他们真的会回来的 是的 当然我是觉得 我们受一些装备是好的 他不会觉得说 我们对这一块完全的陌生 那我们自己本身 就是知己知彼 还有一个就是 这也是一个 我们的家属他提到的 他就是说到一句话 他说教会或者是牧长 千万请你千万 不要用圣经来杀人 因为圣经里面是有一些的 特别是像立位记啦 对对对 创世记啦 那这里面有一些东西 好像就是一个非常严苛的律法 他说你不要用这个来杀人 你讲到最后 你可以讲罪 但是最后你要把救恩带出来 不要觉得说 好像这些同性恋 你就是下地狱火湖的料 那这个是 你就把这些可慕真理 可慕慕道的人就赶出去了 因为他的孩子就是这样 出柜了以后 多少年不上教会 后来母亲常常苦口婆心的 跟我去教会吧 有一回他真的去了 不过这是比较早年的记录 他很早 现在大概都五十多岁了 这个儿子 他说年轻的时候 那么有一次去了教会 刚好讲台上就在 每一次讲到有罪啊什么 就拿同性恋做例子 这是神罪 证悟的罪啦 这就是下地狱的材料啦 他的儿子听不完 没办法听完 就夺门而出 从此再也不 没办法踏足教会 这个是很痛心的一个例子 我相信我们现在的牧者 大部分的人 都开始有这些的醒悟 知道说我们也要善待他们 他们并不是猛兽啊 不是这些的洪流猛兽 我觉得您讲的特别有道理 的确是 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们目的是要 让他们看见神 认识神 然后神要翻转他们的生命 这个是我们要达到的目的 我们的目的不是说 就要治死他们 如果你的目的是说 要得罪他们 那你就讲啊 你讲这种话 这种话就 这些人就再也不来了 他们真的就投奔到 撒旦 投奔到世界的怀抱里面 就相当于 你把他跟神的这个恩典 中间隔了一个墙缘一样 所以我们要做的 不是这样子 我们要做是去建造人的工作 而不是说唾弃人的工作 那是魔鬼的工作 那不是我们的工作 所以就像您讲的是 我们之前也在网络上看到 让我感觉到很惊讶的 就是我查到说 不仅是说在美国了 美国现在那种 我说LGBTQ 就说这不是罪啊 这种教会很多 但是我没有想到 在台湾居然也有这样的教会 有同志教会的存在 那之前我们在中间 休息的片段中 你也跟我讲说 很多同志教会 它有一个就是说 你必须是得有同性伴侣的 你这个是进我们教会的一个门槛 是当我们会员的一个门槛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很多这种同志 他们就像您讲的 他灵力是渴慕的 他是想要神的 但是同时呢 他又不愿意放弃 自己这一方面的 这个一个喜爱罪的 这样一个那个 那当然很多基督徒 也都是这样子 就是说我们说 我们要学基督 我们要学耶稣 那很多人也知道说 某些方面是罪 但是我还是做着 那我也做着我的基督徒 那包括像同性恋也是这样 尤其是在他们 同志的教会里面 如果他们这些人 寻找耶稣 是在那种地方 去认识了神 但是他们接受的教导 就是告诉他们说 说同性恋不是罪啊 他们会用各种的理由来讲啊 等等 就说同性恋不是罪啊 针对这样的问题 要怎么办呢 就是您这边 有没有一个 什么比较好的方式 因为我相信 他们接受的教导 是错误的 所以他们不知道 要怎么去面对罪 或者是如何 脱开这个罪 或者甚至他们都不认为 这是一个罪 我们针对这些人 在教会里面 他们被蒙蔽的 不知道真理的人 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去帮助他们 对就是这些同志教会 他们是说 这种行为是被允许的 神是祝福的 但是其实这些羊们 他们是没有听到过真的真理 那针对这些人 我们怎么帮助他们 好 那我就以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 有一个叫做Joe Dallas 他是年轻的时候 他是双性恋 那么他也是在一个教会里面 受到那种复兴的浪潮 就是属于Calvary Chapel的 但是后来因为他进入到这种 同性恋的生活方式以后 他也觉得大概他不适合去那样的教会 后来就进到一个叫做MCC 他是属于一个同志的教会 专门是同性恋的教会 这个教会也发展得很蓬勃 因为有一些同性恋 他们还是希望说 我还是基督徒的身份 但是他在那里 他也被安立为牧师 很年轻 二十多岁 他也就讲到什么的 可是他慢慢越讲 他自己越枯干 因为他说我们全部要讲的就是爱 就是爱 那么神爱世人 神爱同性恋者 那不讲罪的 他后来就发现 他不能在这方面得到真正的满足 所以他后来离开这个教会 现在他是等于是 就是说一个 反对这种同志教会的一个大将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要爱这些同性恋者 LGBT的族群 但是我们也要讲到这个罪 所以他的书也是很严谨的 他是说 有人说有Gay Christian 就是同性恋的基督徒 他说No 他说如果你是Gay 你就不是基督徒 如果你是基督徒 你就不是Gay 那我自己我不会这样的说 因为我知道有些人是 in between 他还在那个process 还在那个过程的当中 他知道那是罪 但是他没有力量完全的脱离 就像我们说一个有酒饮 有毒饮的人 他如果渴慕神 但是他不是说当下他就能够 放下 戒毒等等 那我们是不是要继续欢迎他在教会呢 他如果不在这里 你就等于把他再感到 那些跟这些有影头的人在一起 他更没救了 是 所以呢 他是比较极端的 我自己是觉得说教会是有层次的 就是说我们的教会要接纳这个同性恋 到什么程度 这也是在一本书里面提到 他说教会对于这个同性恋族群呢 有四种牧养的类型 就是从最宽的开始 就是接纳型 有劝勉型 陪伴型 认同型 跟复合型 这四类 那也就是说 教会可以从 从最严谨 到最宽松 那可以有几种不同的形式 好比说有一种就是说 你进来 如果你愿意受洗 那么我们给你上一些的基要真理班 受洗班等等 那如果你真的很愿意受洗 但是你说 我没有办法 我的这个同性吸引没有办法完全的拿掉 的确是 因为这是一个我们说同性恋的改变是可能的 是 同性恋的医治是可能的 但是不是说你要就马上就转变了 他可能要经年累月 都要用年来算 那所以教会呢 不需要给他们有太太严谨 就是说你一定要脱离了你这个同性恋心 你完全不能够有同性恋生活 我才给你受洗 那只要他愿意受洗 他也愿意脱离这样同性恋的生活方式 那我想我们教会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为他施洗 因为施洗只是一个入门 施洗不是一个毕业那受洗了以后他可以在教会里面 进入到这个门槛他继续的成长继续的受装备 他的生命继续的成熟 那也许到有一天他真的觉得我可以脱下这件衣服了 我真的可以穿上新的衣服了 我最喜欢的就是哥林多填书六章九到十一节 他里面说的你们有人从前也是这样 什么样的人呢 他提出十种恶行的清单 里面有青蓝色的啦做鸾桶的啦 但是也有一些贪婪的醉酒的啦 对不对 这些汤不浪当都是在这个醉的里面 那你们有人从前也是这样 但如今靠着耶稣基督的名 然后借着神的领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 所以你看这些有同性吸引的人 他们得医治是可能的 被改变是可能的 可以洗净成圣称义 所以我们要给他们看见盼望 也真的有很多这样的如云彩的见证人 那我就觉得我们尽量给他们机会 让他们在教会里头成长 当然他们也需要陪伴 是 陪伴的话最好就是同性陪伴同性的 因为他需要的就是跟同性的人建立那种健康的 同性的情谊 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呢 最好当然最好是有两三个人一起陪伴他 对 我也可以讲一个见证 好 这样陪伴的见证 就是有一个弟兄 他是一个在职青年的 等于是一个辅导 他自己就是对这个同性恋很有负担 有一次他在一个教会里面出了一些问题 就是他儿子在高中团契的一个辅导 后来出柜 出柜了以后离开教会 结果呢就进入到一个像你说的同性恋 接纳同性恋的教会 而且后来同婚 哎呀这个弟兄心里面很痛 那教会也在讨论说 如果还有这样的例子怎么办 我们有没有人有负担来帮助这样的人 他那时候心里面就跟主说 主啊我愿意 他就是有一个愿意的心 结果三个月以后 真的有一个这样的人来了 进来了 他是一个目道友 是一个非常优秀在学业上面 非常优秀的人 这个目道友呢 他原来以为到教会来 是可以帮他介绍同性的男朋友 结果呢 这个 他是一个辅导嘛 我讲的这个弟兄 我就说他是JC好了 这个JC弟兄呢 就知道他有这种同性的吸引 那他也没有作声 也没有大惊小怪 你怎么会这样子想啊 那就是带他安部就班的 他们教会有很好的装备的课程 那么让他去上 然后主日崇拜 他说我唯一付的代价 就是每个礼拜有一个小时 我跟他打电话 我们彼此之间 我好像他的属灵父亲一样 这个同性变者 我姑且称他做RC好了 RC就是从小没有受到 父亲的特别的关注跟爱 所以他对于这个属灵父亲的角色呢 他非常非常的渴望 也非常的珍惜 然后有时候请他到我家来吃饭 吃饭就很有帮助 哦 是啊 一样的 他自己从前家里面 也是饭桌上面打闹啊吵啊 那在他们的家里面吃饭 对他就是一个很好的模样 就这样子一年两年 当然这个JC也是我的学生 所以他有时候碰到一些挑战 他会跟我打电话求救 或者写这个line 那我就介绍他一些书啊什么的 很高兴帮助他 然后慢慢慢慢 这个年轻人走出来了 甚至到后来他说 哎呀我现在开始对你异性 有一些倾慕了 有一些爱好 我好像ready可以交女朋友了 那这个是一个算转变蛮快的 我看到他大概在两年之内 有一个这么大的转变 当然也是从他很渴慕神 在真理 我们不要用很教条的方式去带他 就是让他在灵命的塑造里面 让他去经历圣灵啊 让他去经历去导读神的话语啊 让他真正可以得到很大神的帮助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成功的案例 他在教会的里面 因着有人愿意花代价来陪伴他 来牧养他 也不是太困难 他说我没有特别教他说 你不要做这个 你不要那个 他说我没有特别跟他讲 但是呢 我常常会针对他的男性特质 我会给他一些的鼓励 说啊 你这个很有男性气概哦 他说真的吗 我这样就算是有男性气概吗 他很高兴 因为从前在这一方面 没有被认可的 那我们可以来鼓励他这一方面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激励 我觉得这个听完了这么多美好的见证 真的是对教会也是有一个很大的激励 我相信对很多的同志的基督徒 包括如果说你现在在收看我们的节目 你是同志 但你还不是基督徒的话 我们也非常欢迎你来到教会 因为教会完全可以帮助你 帮助你脱离这方面的苦恼 我相信有一些苦恼是外人看不到 但是你心里是感觉很痛苦的 来到教会 来到教会你可以得到很多的帮助 那不管是教会里面的这个牧者也好 或者是同工也好 如果要是教会想要开始发展这方面的事工 我相信也可以来找福老师来请教 可不可以 我们也可以帮忙转介 或者是介绍他一些辅导 介绍他一些资源 我觉得太好了 那非常感谢福老师今天在这里 给我们带来这么多这么多的好消息 我相信这些好消息 是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 在这么末后的年代 我们非常非常需要 起来去装备的 包括我们个人作为基督徒 我们需要装备 教会也需要装备 我们需要去用神的爱去爱每一个人 去帮助他们在神里面一起共同成长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也谢谢福老师 谢谢您 好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